大家好,今天我收到了一个大包裹 这些盘全部都是从同行那边寄过来的 毫无疑问,这些全部都是二修盘 问题嘛,根据同行那边的描述也是千奇百怪的 一时八会我也说不上来 当然这些机械硬盘是用来装资料恢复的备份的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固态是什么情况 直接进入正题,先看这一块2263XT的 硬盘短接它是进不了固件模式的 像这种进不了固件模式的 要么就是主控有问题 要么就是主控板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 因为同行已经干过板子了 我就不走这条老路了 并且我这边也并不缺2263XT的料板 我们来直接给它换一个 板子换完,硬盘直接轻松点亮 不过这一个分区估计是坏掉了 现在是添加不了盘幅啊 不过不打紧,待会给它重新做一个镜像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2259XT的硬盘 颗粒呢肯定是黑片了 上面都没有打标 一共三个颗粒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之前我接到这种2259XT三个颗粒的 通病,全部都是坏最后一个颗粒的 主控刚才我上机看了一下 短接是不识别的 不知道今天这一个能不能逃过一截 反正都是不硬盘了 我们不如直奔主题 直接把这一个颗粒给它拆下来 单独测试一下 哎,颗粒居然还可以识别哦 我们把剩下的这两个也给它做一下体检 我们先看第一片 这ID识别正常 这对应的是一个英特尔的N18QLC颗粒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片 哎,第二片识别也是正常的 所以我又检查了一下它原来的这个板子 这板子把颗粒全部拆下来以后 居然直接识别了 难道是这些颗粒之前没有干好 或者是连锡导致它不识别的 我们先把这些颗粒全部重置一遍球 颗粒这边我已经给它重新安装好了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ID 这ID怎么识别了两个 通道一上面的ID是没有的 通道一对应的是最后面的那一个颗粒 随后我又找来了一个包好的板子 把它原来的主控板给替换掉了 结果依旧是一样 但是最后面的这一个颗粒 单独在测试架上面测试的时候 ID显示是正常的 于是我又把它最后面的这一个颗粒 安装到了另一块料板上面 结果只有一个颗粒的情况下 第一个通道上面的ID也全部都是为空的 目前这一个硬盘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感觉大概率还是颗粒的问题 先放一边吧 毕竟我今天并不是要死颗这一个的 接下来看一个三星的一体盘 毫无疑问这个盘也是被干过的 并且这个电源芯片还破了一个洞 露出闪闪发亮的晶体 好像一直在暗示我要干它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具体的情况 卧槽 直接大短路了 其实我对这种被干过 并且大短路的三星硬盘 并没有什么信心 要修这个肯定要把电源先修好的 像这种电源芯片 我这边早遍了都没有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 虽然没有找到电源芯片了 但我这边找到了一个稍微长一点 并且包炸01的三星PM991 虽然这一个盘是炸01 但是供电是正常的 拆下来以后 这个硬盘居然还是灌满黑胶的 在我的印象中 对黑胶这种东西情有独钟的 要么是苹果 要么就是联想了 首先这一个盘肯定是排除苹果了 因为苹果它有自己定义的接口 那么剩下的大概率是联想了 不知道为什么 联想总是喜欢在芯片上面灌黑胶 而且灌的时候也并不是灌满的 只是把芯片的这四个脚给封起来了 你说苹果灌黑胶嘛 可能是为了防水 联想这种我就想不通了 左边进右边出 两边还安装了防护栏 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难道这也是计划报废的一部分 颗粒干上去以后 电流是起不来的 估计是这一个颗粒直接挂B了 并且我对了一下这个料号 料号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个定义它们是通用的 继续来看下一个三星的 这是一个三星的PM981 我们来通个电看看 哎呀 这电流应该是掉固件了 太熟悉了 这一个电流 我们来给它短接确认一下 如果它的电路正常的话 这边短接应该是直接进到路模式的 果然直接进到路模式了 包挂固件 三星的电脑硬盘看完以后 接下来看一下三星的固态移动硬盘 这一块是三星的T7 先通电看一下 哎 这一块上电 怎么没有电流啊 但是别慌 我这里还有一块T7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块是怎么样的 这一块上电 它是有电流的 可以跑到0.4 但是这一个电流具体正不正确 那就不好说了 先来看这一块不通电的 刚才我已经对着 另一个可以上电的盘测试了一下 这一边呢 是它的5V输入电压 可以看到这边是有5V的 然后经过了这一个保护隔离芯片以后 这边输出了一个5V 但是这一个盘上面 它是没有5V输出的 这个是短路还是坏保护隔离管啊 我们调到电阻挡给它对比一下 不上电的这一个是可以达到1000欧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可以上电的 能上电的这一个也是1000欧的 看来后级应该是没有短路啊 有大概率是这一个硬盘的保护隔离管扎了 因为我这边的料板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管子 所以暂时先借用一下这一个盘上面的管子 管子换完以后 电流直接轻松跑上来 稳定以后这一个盘的上电电流是0.24的 看来另一块盘的上电电流是偏高了 有可能这一块盘是存在短路或者调固件情况的 OK上机测试直接轻松点亮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刚才我已经把这个借过来的保护隔离管重新给它还回来了 另外我还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这两个孔就是它的短接口啊 我们短接这里可以进到入模式 用这个方式可以判断它是属于主控挂了 还是固件挂了 短接直接识别一居 看来还是逃不过掉固件的命啊 但是为了防止误判 我们还是要来先量一下这些供电有没有正常产生 0.9主控的 1.8 1.0 3.3 2.5 全部都有啊 直接抬走下一位 三星的终于看完了 接下来是一个海门牌的硬盘 就是吸节 这种22110长度的 其实一看就知道是服务器上面的洋垃圾了 这边还断了一个口 不过不打紧 这一个是供电辅助的接口 断了的话 只要不是断的太离谱 还是可以用的 商店电流 是有跳变的 这个电流看起来是要亮了 其实这个盘并没有亮啊 不过同行这边还给我带来了一个480G的料板 我们来给这个料板通电对比一下 料板的上电情况 也是差不多啊 看了一下 料板上机还是可以识别的 并且我又跟这一个料板对比了一下 坏盘这一边 它是中间有一定向下弯曲的弧度的 目前还不能确认这一个弯曲 是不是导致它不认盘的原因 不过因为料板都带了 不用白不用嘛 因为看到有弯曲啊 所以我准备给它换一个底板试一下 拆到缓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缓存底下全部灌满了 这种硅脂 那会不会是这个硅脂影响了硬盘呢 目前还没有处理啊 继续往下拆 因为时间关系 我已经在后台把这个盘有问题的地方给它处理干净了 顺便把颗粒也换了一下 因为希杰的码牌主控它是不加密的 所以在这个主控上我可以偷个蓝 现在这个颗粒换过来以后 故障好像也跟着一起交换过来了 随后我又顺手测试了一下这个搬过来的料板 料板上面的颗粒直接识别出来了 480G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断一个辅助供电的接口是不影响它原有的功能的 最后一个是微钢的硬盘 主控是SF2241 这个主控肯定是有加密的 我们来短接看一下吧 如果短接进到路模式了 这个盘基本上可以说是绝症了 果然短接就直接进到路模式了 Sandforce这个主控型号就直接识别了 由此可见 固态的资料恢复可没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还是建议多做备份吧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真的全部做了资料备份 那资料恢复这一行就要失业了 来看一下这周硬盘的测试情况 现在基本上是接近尾声了 首先是音锐达这一个盘 现在看来基本上是处于卡死的状态了 要过很久才有反应啊 并且这个速度也越来越慢 能读写但是有报错 目前也还没有掉盘 看了一下这个信息 大概是从27号开始就有报错了 健康记录表这一边是记录到28号的 27号没有记录到 推测寿命应该是在15%或者20%的时候 数据交验就失败了 除去后面写的这些数据 应该是在1pb左右的时候 数据就报错了 然后是凯霞这一边 凯霞这一边虽然没有报错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健康度归零以后 这个写入速度就变得非常的慢 凯霞现在也就只写了882T吧 这几个盘我写的数据校验都是500G的 凯霞目前的速度也就550M560M左右 姿态这一边目前表现还算正常 也没有出现掉速 看一下写入量 两个盘马上就要到1.2pb了 健康度平均下来还有30%左右 数据老化测试就暂时先不做了 直接把颗粒剩余的寿命全部给跑完吧